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1月29日 拉素主场十拿九稳 一甲在周一凌晨继续有好戏上演 拉素将做阵主场迎战费伦天拿 两队近况形成鲜明对比 而且拉素是目前一甲球差第二多的队伍 此翻面对中游分子费伦天拿 拉素有利在下一城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拉素联赛开局一波七胜三和一复的良好势头 在世界杯开始前被止住 世界杯前后那段期间球队只得二胜一和三复 排名也随即跌出前四 幸好他们近期开始回涌 上轮联赛主场4比0大潮未免冠军的AC米兰 迎来葛向赛是三连胜时在大快人心 拉素经济主场攻击力颇位强悍 军场联赛主场能够摄入两球之多 马迪亚萨卡尼 沙智米莲高玉沙玉和路尔斯艾巴图 三人合共主场入球占据球队主场入球超过一半 这对攻击组合锐力度十足 在他们的带领下 球队经济主场平均每六次攻门就有一个入球的效率也是颇为惊人 另外 2013-14赛季至今 拉素葛向赛世面对费伦天拿取得14胜3和3负的压倒性战绩 球队过去七次葛向赛世主场迎战费 伦天拿更是取得六胜一合的不败战绩 可见拉素在对赛上的优势相当明显 事宜面对近况走下坡的费伦天拿 拉素主场称雄不在话下 阵容方面后卫史提芬拉杜和前锋施路恩莫比尼都因伤眷勤 费伦天拿近年来一直徘徊在一甲中游位置 这一切都由于球队的财政给予的支持不足 虽然迈走杜新华和玉大赚一笔 但引入的替代者卢卡祖玉自从嫁入豪门皇家马德里后就一直走下坡 虽则化他经济联赛并列队中神射手榜第一位 但却只有三球进账 并且经济 葛向赛是26次出场只得5次能够踢满90分钟 明显不是球队心目中杜新华和玉替代者的第一人选 而从做客的角度来看 费伦天拿经济联赛做客表现也难言理想 球队做客负率超过5成 军场联赛做客入球不足一球 这还要在军场13.3次攻门的情况下所得的入球数据 可见他们封线做客把握能力严重不足 经济联赛做客入球最多的是后卫尼古拉米莲高玉的两球 而主力前锋基斯店高亚美也只有一个入球 可见球队封线在做客时踢得力不从心 费伦天拿此行结束难逃 阵容方面 前锋艾克亚等人因伤无缘披甲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